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我们本节课来带领大家探讨C++常见问题当中的Const问题 我们大家都知道Const问题呢 在面试过程当中也是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 我们这一课呢 就带领大家来探讨一下我们的Const 成员函数 好的 呃大家呢可能都知道 Const呢 在函数当中的应用 以及呢Const的一些变量的应用 实际上呢 Const在这个类成员函数当中 还有一种特殊的用法 就是什么呢 就是把Const关键字 放在函数的参数表 和参数体之间 这样的话呢就称为我们的Const成员函数 Const成员函数呢 它的基本定义格式呢有两种 第一种呢是在类的内部定义的时候呢来定义它 第二种呢是在 类定义之外 来定义 Const成员函数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我们来看 第1种格式 类型 然后呢是函数名 函数名 括号里面的是参数列表 参数列表 OK然后呢 后面呢才是我们的重点 关键字 Const 关键字Const 那是函数头 然后呢下面呢就是函数体 OK 这是 我们第1种 在类的内部呢定义的时候 就是说首先呢 是返回类型 然后呢是函数名参数列表 最后呢是加上一个Const 也就是说是在我们的函数头 和函数体 之间 我们加了一个Const 这样的话呢 就称为 我们的这个函数呢 是Cost 成员函数 OK 再然后呢我们来看第2一种定义方式 在类定义之外 定义的时候 共分两个步骤 第1个步骤呢 首先呢 是类内声明 类内声明 首先呢是这个 类型 函数名 参数列表 后面呢是Cost 这是类内的声明 再然后呢第2步骤呢 是类外定义的时候 类外定义 OK 包括这个 类型 然后呢 需要类名修饰 双冒号 函数名 参数列表 后面呢是Cost OK然后呢是函数体 OK 这个呢是我们 对于Cost成员函数的 两种 基本格式 这一块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在类的外部定义的 实现 同样的需要关键的Cost 否则的话呢 编译器就会把它看成是一个不同的函数 也就说是不是 在我们类内声明的这一个函数 是另外的一个函数 Cost 函数 表示 我们的函数 呃 函数 只能够 读取 类数据成员 而不能够修改 类 成员函数 类成员的这个数据 呃如果说Cost 成员函数 试图以任何方式改变类的 数据成员 或者说是 调用另一个 非Cost 成员函数 则编译器呢 就将给出 错误的信息 下面呢我们来 看一下Cost 成员函数的 具体 用法 首先呢我们来定义 先引用头元件 C++的头元件 标准输入输入库 IoStream 然后呢是命名空间 using namespace std OK 接下来呢我们 呃定义一个类 class 呃一个 点的类 point class point point里面呢首先呢我们 呃定义 呃两个变量 intx inty 在这里呢我们看到 我们在这块呢定义的时候呢 没有指出它为 private 或者说是public 这是因为什么呢 在类的里面呢默认为 private 就是没有指出public的话呢 就默认的为private的这个数据成员 x和y 然后呢我们来 定义public 类型的变量 public 我们呢首先定义这个构造函数 point int 这是它的两个变量 xp intyp 都有这个 出市值 然后呢函数体呢写在里面 写的 类里面 x 等于 xp y y 等于 yp OK 这是构造函数 然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的 Const成员函数 账权权权权数 内 无法 修改 数据成员 无法修改数据成员 否则的话呢 编译器 报错 OK OK 我们来定义一个Const 持完函数 返回之类型 就是它的类型 然后呢 是函数名 我们 一个print 括号 它的参数列表 为空 这一块呢 就 不写为空 然后呢 后面是 Const 关键字 Const 接下来呢 函数体 我们这个呢 是第1种 定义方式 就是类内的定义的时候呢 来定义我们的Const 函数 然后呢 我们来实现 它里面的 函数功能 首先呢 我们设置 x等于 5 就是x呢 是我们的成员变量 这里呢 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 试图 修改 x 将引发 编译器爆错 cout x x y y and l 我们来看一下 编译器已经爆错了 表达式呢 必须是可修改的 佐治 x 在Const 里面呢 这个x呢 是不能够被修改的 然后呢 我们在类的外面 打上一个 分号 这是类的 定义 接下来呢 我们在 man函数里面 首先呢 我们 定一个类的变量 也就是类的对象 pt 这是声明类对象 以 这个默认的参数的形式呢 调用这个勾作函数 然后呢 调用这个pt的 print函数 就是输出 这样的话呢 我们比如说我们来编译一下 生成一下解决方案 编译器呢 就会给出一个错误 我们可以看到 打开 试图 错误列表 表达式 必须是可修改的 佐治 也就说是在Const 里面呢 x呢 是不能被修改的 任何 不修改成员数据的函数呢 都应该声明为Const 这样子的呢 就有助于提高程序的可读性 和可高性 因为我们这一块呢 它是一个输出函数 它只是说是把我们的成员变量 输出出来 而不能够去 去修改它 你只能读写 只能读 不能写 不能修改 这是Cost 比如说呢 我们把它这个 屏蔽掉 就可以了 屏蔽了就可以了 而我们调用的是 默认的构则函数的话呢 xy 都为0 我们来运签一下 OK 输出出来之后呢 x等于0 y等于0 也就是说是在我们的 print函数里面呢 可以 仿问xy的值 但是呢 不能修改 xy的值 好的 通过我们本节课呢 我们学习到了 Const成员函数的 两种 定义格式 学习到了我们 Const成员函数呢 只能够 仿问 类的 成员变量 而不能够修改 类的成员变量 以及呢 不能够 以 任何的方式 来调用 另一个 非Const成员函数 比如说呢 我们这一块呢 再来定义一个 非Const成员函数 第一个 void print1 print1 然后呢 这是 函数体 我们这个cout x cout x andl cout y andl andl ok 然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能不能在print里面 来调用 print1 这样的话呢编辑也会出错 如果对象 含有与成员函数 print1不兼容的类型限定符 我们的cost呢 不能够调用 一般的 就是另一个非Cost成员函数 这也是 不允许的 好的 这是我们 Cost 成员函数的 重要知识点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的 作业 定义 一个 学生类 包括什么呢 数据成员 为 年龄 性别 身高 成绩 即 显示 成员函数 显示 成员函数 为 cost 成员 函数 OK 这是我们的客户作业 好的 关于我们的cost成员函数的知识点呢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 高 广�� 广泽的 广广 广泽